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考察 看看能否有新的科学发现 野狼谷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中南方向大约30千米处 在考察中队友们了解到 在野狼谷西南大约4千米处有一个蝙蝠洞 洞穴往往是暗河的藏身之处 于是考察队来到了蝙蝠洞 试图寻找陛下暗河的踪迹 在洞中行进了大约80米后 考察队被一处大约20米深的断崖拦住了去度 与此同时 洞穴中聚集的蝙蝠 开始不断袭击科考队员 考察队不得不远路返回 虽然对蝙蝠洞的考察 没能找到地下暗河的踪影 但随行专家吴岳东教授 却有了新的发泄 通过对洞穴岩壁上的裂隙和沉积物进行考察 吴教授认为 狭窄幽长的蝙蝠洞 正是由水流洞川石灰岩形成的 而考察队之所以没能发现暗河 很可能是因为河水已经沿着断崖 向更深处下窃而去 难道说 在野狼谷周围 除了蝙蝠洞 还有其他洞穴存在吗 这个洞穴又在哪里呢 就在这时 考察队意外获得了一个消息 在蝙蝠洞西南方向 大约2000米处 还有一个叫做九山洞的洞穴 据说洞中不仅有很多奇特的岩农景观 而且还流淌着潺潺溪水 那么这九山洞中的溪水 是否可能连通了地下暗河呢 考察队决定对九山洞进行探查 路途中啊 摄制组从向导那里了解到 关于九山洞当地流传着许多民间故事 其中最为神奇的就是 有凤来仪 传说当年朱元璋曾经在九山洞中囤兵演练 有一日呢 他于这个洞中小气 恍惚中看见两只五彩斑斓的大鸟从天上飞来 长时间的在他头顶盘旋 朱元璋正想定睛细看 却醒了过来 起身之后 他发现这个洞中的崖壁上竟然真的有两只凤凰 朱元璋认为 这有凤来仪是祥瑞之招 于是借此鼓舞士气 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甚至有人说 朱元璋将豪州改名为凤阳 也是来源于此 大家都知道 这凤凰是上古传说中的神鸟 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存在 因而考察队推断 向导所说的应该属于杜撰 可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当考察队走进九山洞 确实有了意外发现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栩栩如生的凤凰神鸟 纹路清晰的肚立沉积 神秘现象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定制变迁 套命也狼狂 地理中国正在不出 由于九山洞中风景独特 又有众多传奇故事流传 十几年前 当地相关部门将此洞的一部分 开发成景区对外开放 供游人观赏 进洞后 考察队员看到 九山洞洞听宽阔 地势也较为平寒 与此同时 科考队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 洞中竟然没有太多 喀斯特洞穴中常见的中堵石 石损石柱 取而代之的是洞壁上造型各异的沉积物 正当大家困惑不解之时 科考队有了新的发现 只见在头顶的岩壁上 隐隐出现了两只 闪翅曾飞的凤凰 虽然光线不够充足 但凤凰精巧的凤冠 宽大的尾羽 甚至婉转的脖颈 都明昔可见 宛若真身 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 这就是九山洞中最著名的景点 有凤来移 是自然形成的奇观 看着栩栩如生的凤凰 摄制组不由得感到奇怪 如此奇特的沉积物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通过仔细观察凤凰造型 以及周边岩壁上的沉积物 吴岳东教授给出了答案 胡教授告诉记者 九山洞中之所以没有大量的十寸十处 而是呈现出有凤来移 等纹理清晰的岩壤景观 是因为九山洞中的沉积物 有着非同一般的形成过程 胡教授说 一般喀斯特洞穴 在水流侵蚀下形成洞腔后 会在洞内堆积大量化学沉积物 如中古石或石筍石蔓等 但九山洞在洞腔形成后的某个时期 又遭受到了第二次 来自外部水流的冲刷作用 这次冲刷由于水量巨大 而对洞内沉积物影响剧烈 许多原生沉积物再度被溶解 同时又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洞穴景观 这种再溶石的过程 相对于第一次溶石 地质学上被称作二次溶石 在九山洞中 无论是有凤来移 还是这些像千层苏一样的壁流石 都属于二次溶石的产物 吴越东接着告诉记者 如此特殊的再度溶解侵蚀现象 在国内喀斯特洞穴中非常罕见 地学意义独特 他推测 类似的二次溶石遗迹 也许在洞穴深处还会有所分布 而这种神奇的严容景观 也许可以为考察队 找到地下暗河提供线索 于是科考队继续向洞穴深处行进 二十分钟后 队员们发现 平坦的路面消失了 脚下是密布的碎石 工作人员说 考察队已经进入了九山洞 未开发的区域 碎石都是崩塌形成的 队员们一边互相提醒注意安全 一边继续艰难的向前行进 大约在黑暗中又行进了八百米左右 大家的耳边传来了潺潺的流水声 难道考察队已经接近地下暗河了吗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深入洞穴发现奇异凹坑 初探暗河 艰难危险重重 考察队能否找到暗河的尽头 探命野狼狗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当考察队员向流水声响处靠近后才发现 一处斜坡的下方正流淌着一条清澈小溪 沿着溪水速流而上 会不会找到地下暗河呢 黑暗中 考察队继续向洞穴深处行进 此时道路已经越发艰难 队员们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 乱石密布的脚下 只有细心的吴教授 突然在头顶上方 发现了非常奇特的景观 只见岩壁上出现了数个圆形凹坑 犹如一口口大小不一的石锅 镶嵌在那里 如此浑源光滑的凹坑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我们就叫天锅 天锅是当时后期的碳燃盖 在这个石壁上沉淀了以后 当时这地方也是个地下河通道 地下河流行这地方 你看这个形状也是变折变低了 水流的比较急 然后水然后产生了漩涡 涡状的这个漩涡 叫稳流水 稳流水向上掏湿 掏湿作用以后 然后就形成这种天锅形状 吴教授解释说 天锅也属于典型的二次融石遗迹 但与有缝来疑不同的是 天锅并不是附着在岩石上的沉积物 而是洞穴原始沉积物石曼被水流淘石后形成的 喀斯特景观 天锅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九山洞中曾经流淌过汹涌的暗河 那么 现如今 暗河还是否存在呢 考察队又能否顺利发现他的踪迹呢 随着继续前行 洞顶越来越低矮 空间也越来越狭小 在行进了大约六百米之后 黑须须的暗河终于出现在了考察队员面前 由于光线很暗 科考队眼前的暗河漆黑一片 根本无法获知它究竟有多长 又最终流淌到哪里 吴越东说 可以沿着暗河向深处进行考察 看看是否还有新的发现 出于安全考虑 考察队决定让水性较好的队员小芳 徒步下水试探一下 看看是否能够通过汤水的方式 去寻找暗河尽头 前面能看到有河的尽头吗 看不到 目测有多远 目测了吧 现在看不到距离 通过目测 小芳根本无法判断出暗河的长度 而随着它一步步前行 水却越来越深 于是吴越东建议 考察队先暂时离开九山洞 在寻找到适宜在狭窄水域通行的小船后 再次返回考察 凤阳地处淮河南岸 往来航行船只众多 考察队来到淮河岸边之后 不仅顺利地借到了一艘小木船 而且还请来了一位善于撑船的小伙子 可是当科考队将木船运到岸河里后 大家发现由于洞内空间十分的下宅 而岸河又曲折蜿蜒 撑船的竹膏根本无法使用 队员们只能是通过用手推动岩地 带动船只行进 进入岸河后 考察队发现 洞穴的高度越来越低 即便队员们坐在船上 也需要时常俯身低头 才能勉强通过 在行进了大约五十多米后 考察队发现 前方被岩壁阻挡 暗河消失了 胡越东推测 此处很有可能隐藏着落水洞 暗河的水流顺动而下 进入了更深的地下水系统 事实果真如此呢 考察队在黑暗中 借助手电筒的光亮仔细寻找 最终发现 在小船右前侧的洞壁上 似乎有个洞口 这会不会就是落水洞呢 当小船靠近这处洞壁时 设置组看到 这确实是一个洞口 但极为狭窄 于是记者只好独自一人 向里面爬行 里面情况怎么样啊 我往前再爬 但是我爬了没多远 发现这洞已经窄得不能通过了 看能看到落水洞啊 看到了 好像是 非常的深 而且特别的细 特别的窄 吴教授说 即使在深秋这样的枯水季节 地下暗河中水量的规模也不小 那么 如果在夏季 暗河水很可能会将此处洞腔灌满 并继续下切 这说明 在这个落水洞的下面 还应该存在着规模更大的一个暗河系统 可是 考察队并没有携带专业的潜水设备 因此对九山洞的考察 只能告一段落 根据已经探明的考察结果 吴教授为我们初步描绘了 九山洞内部结构示意图 九山洞是一个接近于东西走向的 喀斯特溶洞 整体呈现出 幽深狭长的形态 以探明的部分 大约有1400多米 九山洞内的盐石分布 以白云岩和灰岩为主 洞壁两侧的灰岩 易于被流水侵蚀 形成多种盐绕景观 而洞顶的厚层白云岩 相对不易被农石 整个洞腔在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地质作用后 大约在距今200万年时 形成了现在的样态 与此同时 九山洞的东侧洞厅宽阔高大 而西侧洞亭则狭窄矮小 靠查队再次发现了长达五十余米的地下暗河 由于岩壁阻挡 暗河消失 专家推断 水流极有可能是通过落水洞 下跌到了更深的地下 在穿过整个山体后 从某个出水口涌出地表 于是 依据吴越东描绘的暗河走向 考察队离开九山洞 来到了他的西侧山坡 只见这里高处的植被比较低处 低处的植被则较为茂密 根据植被分布 吴教授判断 暗河的出水口应该在较低处 可是当考察队来到山脚下时 并没有找到出水口 而是发现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水潭 难道这个水潭 就是九山洞地下暗河 跪拒而成的吗 为了一探究竟 考察队询问了附近的一位老乡 原来九山洞的地下暗河 果然在西侧山坡露出了地表 形成了水量巨大的白龙泉 二十多年前 凤阳修建水库 白龙泉就被淹没在了水面之下 而这位老乡 恰好就是当地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 因而对此非常了解 破解了九山洞的暗河之谜 考察队准备离开时 路边的一块大石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这么低跌成石吧 你看看 都是古代海洋的生物东西 就是这个灶类 是一种灶 吴越东告诉记者 这些跌层石中的灶类 生活在最近大约五到七亿年前的海洋中 是地球上最早期的生命体之一 前段落出出来 出路得相当好 你看上面看得很清楚 这个糟的化 这些跌层石化都是保留当时原子的生长 生态生长环境 你看 都是原地生长的 没有经过后期的人为搬动 随后考察队又在九山洞附近的山坡上 以及野狼谷上方的石灰岩山地上 发现了同样的藻类叠层石 据此 吴教授推测 九山洞和野狼谷这一地质带 在五到七亿年前 处于温暖的浅海环境 但在数千万年前 曾发生过剧烈的地质抬升作用 就近几百万年新构造时期 整个奉养山脉抬升了 然后三角山南坡 这种形成了密网状的这个接链 就产生了熔石 在地表就地表降雨的情况下 产生了熔石 年久日生 这种烈息就加宽加深 形成了这种密网状的卡什的地质 据此 吴教授为我们还原了一幅遥远的地质年代估计 大约在五至七亿年前 属于浅海环境的凤阳三解山一带 沉寂了大量以碳酸钙碳酸鎂为主的碳酸盐 经过多次造山运动 地壳上升 海洋变成了陆地和高山 在烟山运动时期 由于受到断裂带活动的强烈影响 三解山南坡比较平缓的岩层里 发育出了两股共鳄的结理 形成了复杂的网状购道区 到了近几百万年时 这片区域的气候条件 类似于今天热带或亚热带地区 炎热潮湿降雨丰沛 在大量雨水的冲发容时下 这片碳酸盐沿地区 不仅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野狼谷 也发育出了九山洞等地下宫殿 针对凤阳三解山周围 整体喀斯特地貌体系的考察 已经有了结论 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在我国 人们所熟知的喀斯特地貌景观 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 那里风铃秀美 崖壁俊俏 天坑险境 逆境幽深 为什么同样属于喀斯特地貌 安徽凤阳这一地区的景观 却如此与众不同呢 吴教授解释说 这主要是由岩石基础条件 和气候条件决定的 不同于西南地区 大范围分布的石灰岩 在三解山地区的岩石中 不仅有石灰岩 而且还包含了大量的 条带灰质白云岩 这种白云岩的质地 要比石灰岩坚硬 虽然也会被水冻石 但速度要慢很多 同时由于地球气候的改变 安徽早已不再是 降雨分配的热带亚热带气候 与西南地区的降水条件 根本无法比拟 失去了充足的溶石流水 这里的喀斯特 也就停止了继续发育 因为以上两个原因 三解山的岩绒地貌 与西南地区的喀斯特景观 几乎完全不同 虽然如此 但当穿梭于凤阳的三解山中时 我们不仅体验了野狼古迷宫般 奇特构造的独特魅力 也领略了九山洞 幽深狭长洞腔中 蕴藏的古老变迁 这些丰富各异的地质景观 作为大自然神奇伟丽的见证 跨越千百万年 依然令人心动 引人遐想 专家说 在安徽省北部的凤阳地区 发现如此奇特的 岩绒地貌景观 对于地学工作者 进一步研究野狼古 这一带的古地理气候环境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过科考队在深入考察后发现 野狼古不仅地形独特 宛若迷宫 而且还流传着野狼出没的传说 甚至在它的北侧 还有一眼神奇的泉水 据说这眼泉水具有灵性 会对人类的召唤作出回应 当地人认为 不管是古中的野狼 还是神奇的泉水 都是上天派来的守护使者 保佑着朱元璋家乡 这块风水宝地 世代安康复从 那么野狼古中 有关野狼出没的说法 是确有其事还是传说呢 那个具有灵性的神奇之泉 又是否存在呢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 他们不仅是雕塑家 而且是搬运工 奔流不及的暗河水 以柔克刚 雕凿出沟谷 穿凿出洞穴 因而可以这样说 这盐容地貌的形成 是离不开水的 据此专家推测 在野狼古附近 应该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暗河系统 这条暗河塑造出的 绝不仅仅是野狼古一处景观 那么暗河究竟隐藏在哪里呢 课考队决定在野狼古附近继续考察 看看能否有新的科学发现 野狼古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中南方向 大约30千米处 在考察中 队友们了解到 在野狼古西南大约4千米处 有一个蝙蝠洞 洞穴往往是暗河的藏身之处 于是考察队来到了蝙蝠洞 试图寻找其他洞穴存在吗 这个洞穴又在哪里呢 就在这时 考察队意外获得了一个消息 在蝙蝠洞西南方向大约2000米处 还有一个叫做九山洞的洞穴 据说洞中不仅有很多奇特的岩绒景观 而且还流淌着潺潺溪水 那么这九山洞中的溪水 是否可能连通的地下暗河呢 考察队决定对九山洞进行探查 路途中啊 试制组从向导那里了解到 关于九山洞 当地流传着许多民间故事 其中最为神奇的就是 有凤来仪 传说当年朱元璋曾经在九山洞中 屯兵演练 有一日呢 他与这个洞中小气 恍惚中看见两只无色地下暗河的踪迹 在洞中行进了大约八十米后 考察队被一处大约二十米深的断崖拦住了去渡 与此同时 洞穴中聚集的蝙蝠 开始不断袭击科考队员 考察队不得不远路返回 虽然对蝙蝠洞的考察 没能找到地下暗河的踪影 但随行专家吴岳东教授 却有了新的发现 通过对洞穴岩壁上的裂系 和沉积物进行考察 吴教授认为 狭窄幽长的蝙蝠洞 正是由水流洞川石灰岩形成的 而考察队之所以没能发现暗河 很可能是因为河水 已经沿着断崖 向更深处下窃而去 难道说 在野狼谷周围 除了蝙蝠洞 还有 幽深狭长的地下宫殿 奇特景观令人叹为观止 考察队深入洞中 能否发现膝带中的地下暗河 探秘野狼谷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给您介绍了 在安徽城凤阳县附近啊 有一片沟壑密布宛若迷宫般的野狼谷 经过考察专家确认这是一种叫做戎沟的喀斯特地貌警官 我们都知道在喀斯特地貌中啊 这个水流啊是扮演着双重角色 海斑蓝的大鸟从天上飞来 长时间的在他头顶盘旋 朱元璋啊正想定睛细看 却醒了过来 起身之后 他发现这个洞中的崖壁上 竟然真的优良之凤凰 朱元璋认为 这有凤来仪是祥瑞之招 于是借此鼓舞世纪 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甚至有人说 朱元璋将豪州改名为凤阳 也是来源于此 大家都知道 这凤凰是上古传说中的神鸟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 并不存在 因而考察队推断 向导所说的应该属于杜撰 可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当考察队走进九山洞 确实有了意外发现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栩栩如生的凤凰神鸟 纹路清晰的肚立沉积 身既是从美国的带来 我会给你试试 但是我会给你试试 有什么感觉 因此 有什么感觉